人工智能大模型 我认为它就是大模型 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改变 会是非常根本性的 有时候我们讲就是 互联网改变了 我们的很多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 人工智能的改变 可能会更加的彻底 更加的深刻 这个事的意义是在哪呢 它就基本上说 以后其实不会存在 程序员这种职业了 他又好说 或者说所有的人 只要你会说话 甚至连写字可能都不用 对吧 你只要会说话 你就会具备 今天的程序员所具备的能力 所以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 未来的这个编程语言只会剩下两种 一种叫做英文 一种叫做中文 所以就是这也是就是目前这个世界上 人工智能技术最领先的两个语言嘛 所以就是未来我觉得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这个是绝对的这个新制生产力 甚至我觉得在我看来是新制生产力当中最核心的部分 所谓新制生产力 我觉得我的理解 就是说是创新驱动出来的生产力 创新驱动出来的增长 那么这里头创新空间最大的 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技术 能够思考一些白天觉得无解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大模型这么火 对吧 它到底能产生多少实际的价值 就是一年前 我最主要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刚刚就是比如说XDP这个 刚出现的 大火的时候 别人问我怎么看 我当时就说是 现在这个火还有点早 就是真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出来 上亿的用户都在使用的应用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它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感谢观看